军人的职责是抵抗侵略,保卫国家安全,他们神圣而光荣。 在中国参军宝国,可谓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,每年一到征兵时,征兵办都会被挤爆。 然而在这个国家,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想方设法的的不去当兵。 这个国家就是韩国,韩国与中国的征兵是不一样的。 中国采用的是自认参军,而韩国的却是强制性参军,也就是说凡是男性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服从兵役。 除非特殊情况,为了逃避服兵役,韩国人真的是各种办法都想出来了,比如有装各种病的,甚至还有改国籍的。 但是像这样逃避服兵役的行为,一旦被发现,惩罚力度也是非常大的。 比如,韩国热门歌手刘成俊,在2002年入伍前三个月,他一演出为游离境,前往美国并获得绿卡。 事情揭露后,遭到很多人的指责,就连本私都叫他永远别回来了。 最终,韩国政府对刘成俊禁止入境。 刘成俊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,多次与韩国领事馆交涉位过后,选择在电视直播下贵道歉。 他在解释种种责难与疑惑,的同时,一直希望能再度踏上故土。 但是始终没用,就连交中亲属去世,他都没能见上一眼。 如今,刘成俊已经在外漂泊了16年了,始终没有得到韩国人民的原谅。 虽然,刘成俊的遭遇让人感到惋惜,但是却不会有人会同情他。 错了就是错了,再怎么后悔也是已经晚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